這是一隻34吋的 羚羊腳 半拋光的 這隻號腳在拿回來 清洗整理的時候發現它有一條蠻長的裂痕 而且會黏黏的 所以後來就接手把這隻號腳做修復的動作 因為它裂得蠻深的而且 上面也有一些殘角的痕跡 這是修補後的狀態 盡可能的把修復完成八層以上 把裂的那個痕跡 把裂的那個痕跡補起來 然後 補起來後把它磨掉 因為它會凸起來比較高 然後盡量的把它磨得跟 左右兩邊的 高度一樣 然後大概是修復八層 然後修完再弄 研磨膏 拋光 盡可能的拋光 把它修 修得比較亮一點 因為 砂紙磨完之後會 會霧掉 然後用研磨膏再把它修復的 研磨 然後亮一點 以上 不見了 我看 你會不會